这是我们为流浪猫们租的农家小院 测量后得出 整个院子将近90平 我们打算用一半的院子放养流浪猫 虽然是烈日炎炎当头照 可流浪猫屋的这位小姐姐 她说一点不绝辛苦 这几年 她一直参与救助流浪动物的爱心活动 时间和财物搭进去越来越多 砸在手里的流浪猫狗也越来越多 家里和猫屋总共收养了十只猫和狗 猫屋的几只猫 收养前各顶个都是病残猫 小姐姐说 想给他们建一个更宜居的农家小院 放养他们 让毛孩子多晒阳光 清静自然 更利于他们身体症状的恢复 小姐姐说 这几年救助流浪猫狗大了不少钱 为了给他们看病治疗 增加营养 她连社保都停缴了 以后手头宽裕了再补吧 善良的小姐姐 在正能量的道路上从来没外过 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